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阿伟邦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西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就是欧洲的消费者 其实最新的数据是 欧洲经济暂别停滞 但是,大家知道 看这些数据 使消费者,就像拜登那样 他的经济数字是亮丽的 但是民众依然对他没有信心 这是令人担心的事 依然对他没有信心 看来欧洲也一样 原来最新的数据显示 食品公司和零售商 现在呢 就是打折 打折速销 一听起来 正啊 打折啊 但是 打折也没什么用了 打折也没什么用了 原来 打折也消费不起了 也挺糟糕的 是不敢消费的 不是 消费不起 应该是消费不起 但是不敢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手上紧 或者 是对前景 不明朗 很担心的话 当然是存多两个钱 正常就是这样 食品公司和零售商 现在就变得 很依赖 用打折 拉动日常用品的销售 也表明了 即使 是价格通胀 趋于正常 消费者仍然 未恢复正常 仍然是担心 勒紧赴 刚才是真真正正的常态 现在对他们来说 欧盟各地的公司越来越多 打算通过降低食品和其他 消费品的价格 来吸引 这些购物者 因为之前 通胀很厉害 但是 这些折扣 没有像预期那样 是可以促销 也没有 促进销售量 看看数据 原来第一季到英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和荷兰 快速消费品 即FMCG 这个促销力度 原来 比上一年 增长了 15% 快速消费品是一种 广泛的类别 包括零食 与制品肉类 洗头水 还有尿片 还有其他一些 互利产品 虽然程度有限 但是这个政策似乎有作用 国家的消费量开始恢复 三个月内 只是下降了0.2% 而去年下降了1.1% 但是 消费者 继续压抑自己的消费 货比三家 即是你打多少斤 你打5% 那我10% 寻找最优惠的商品 所以跟踪降价 对于 促进销售的有效程度 其实都是一直 稳步下降 即是如果没有打折 卖不出来的商品 所占的份额 亦是 称为 是贸易效率 其实 这个也是 多 如果你不打折 这就很难卖出去 速消活动 带来的销售增长 持续时间就越来越短 这就意味着大品牌 只可以 不开展更多速消活动 不好意思 要开展更多速消活动 或者 打折的折扣更加大 在生活成本危机期间 包装食品 和其他家庭用品的製造商 通过提高购物价格来抵消 在东欧的投入成本 以及 被压制的消费需求 自从二年 达到峰值以来 欧洲的通胀 已经开始大幅回落 但是 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截止到今年五月份 其实欧元区 通胀率真的挺好 2.6% 不过都高于 4月份2.4% 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也加剧了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 原来食品和其他超市商品的 价格仍然比2021年高出30% 令企业尋求其他途径增加收入 折扣是市场行销的 可以这样说 你依赖它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过度降价 可能会贵利消费者 只是会在打折的时候 来购买某些商品 降低本来就要卖出产品的价格 只会蚕食利润 和其他不好的一些东西 我们以前也是有这样的事情 例如以前的塔斯文在读书的时候 这个W字头 它的烧鸡 10点过后 本来10元一只 很多时候是5元 甚至是一个多元钱 那就对了 很多人 等到10点之后才买 对吧 对他们来说没什么问题 是学生的 当然 企业报告也看到 在 物价连续几个月上涨之后 其实消费者大幅削减了支出 例如 雀巢、老麦、百事等等大型 集团在上一份财报当中也看到 有迹象表明 其实美国的低收入消费者 面临真正的压力 而美国消费者 此时之下 是很有弹性 但是 低收入人士 也很大 尤其是有食人种 其实这个关是什么食关 因为它是一些歧视 是隐性的 在生活成本危机期间 品牌产品制造商的市场份颜 不断被价格更低廉的 自有品牌 取走 你们超市有没有自家品牌? 有 由矿泉水洗洁精到纸巾都有 不过这些 比较低价的日用品比较多 比较高价的就没有了 但是看得出 应该是委派本地生产商 假设是A牌子的 生产 生产开A牌子的 矿泉水 另一条线 就帮它生产这间公司 贴上标志的 只要批准它 你也看到 这些状况也是 没办法的 因为大家未对 这个世界经济恢复信心 在成本危机期间 其实 现在降价也不是一条好脑 但是你不做又不行 因为整个大环境不好 最后归根结底 也是销售商也对 这些产品降价 但是降价力度和效果 其实都是不如品牌产品製造商 也是大事 但是 你要看到 欧洲的数据 其实也不是很差 原来欧盟委员会最新发布的 春季经济 展望报告也预期 2024和2025年 欧盟经济将分别增加1和1.6% 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增长0.8和1.4% 2024年 欧盟通胀率从 23年的 6.4%降到2.7% 25年就进一步降到2.2% 今明两年的欧元区通胀率分别是2.5和2.1% 2023年的经济通胀之后 2024年初 欧盟经济 增长就比预期好 通胀持续下降 但是 看看 欧洲经济前景依然是不乐观的 利率调整空间亦受美国的货币政策影响 这个没办法 能源价格下跌了 通胀也放缓了 其实欧元区还在降息 但是 大家都没有信心 大家都没有信心 欧元区的经济虽然是走出一些通胀的 叫做局限 但是前景仍然是难以 以用乐观两个字来的 欧洲 亦都不应该 这个专家也说欧洲不应该 过分的夸大经济复苏 和疫情潜同是由于全球 需求疲弱 实际工资其实也未恢复 而且目前利率 亦处于较高水平 欧元区经济并未出现强劲反弹 欧盟委员会公布的经济景气数字 其实4月份服务 活动温和 制造业的产出亦是疲弱的 从整体来看 欧洲经济形势 依然 欧元区的经济改善 是不一样的 大家未恢复信心 都很正常 第一转动 欧元区的经济改善 部分是源于 建筑业的反弹 暂时性因素 商业 调查亦显示 经济增长仍然疲弱 虽然欧元区的经济衰退似乎结束 但是 其实 专家亦认为今年剩下的时间 其实 扩张步伐 亦较为温和 欧元区4月通胀和3月 基本持平 不过 究竟是否 继续好下去 没人知道 因为 始终战争未完 始终战争未完 日前美联储多位官员也说 由于通胀压力持续 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高位的时间 可能超出预期 欧洲经济专家也说 由于 美国通胀形势和美联储政策 走向全球具有 广泛日出效应 如果美联储持续在观望态度 其实欧盟减息的步伐 亦会放缓 美国的通胀压力外日全球 这个肯定是 其他央行绝对不能忽视影响力 始终是西方大佬 如果美联储员不能够尽快减息 可能会继续推动美金走强 昨天跌了一点 但是 相对于 也是强 从而被欧洲 经济和欧元对美国的汇率 带来压力 同时 限制欧洲央行 降息的能力 所以 现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香港是不是很差 我不知道不是香港 我只是说我们这里 我相信 也不是差得那么加关 这句话我经常说半死不活 半死不活 就是这么简单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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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